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鼻梁,欢迎来到牛顿县 这一集我们来谈谈因台海问题而起的中美关系的急剧恶化 那么今天我看到王毅已经发出警告了,说中美关系不能再恶化下去了 这个话跟我前两天做的预测跟分析差不多了,几乎是一致的 我的分析是先于王毅说出这个话 我说中美现在关系已经到了要直接撕破脸皮的地步了 因为美国其实他没有听从基金格的话 就是说你美国不需要把台湾关系置于中美关系的中心 中国是把台湾置于中美关系的中心 是因为这是我们的领土,这是两码子事情 跟民族复兴大义有关系的 但美国,你觉得我们拿下台湾,美国影响有多大呢 因为影响有,但没有大到那种跟他生死村王相关的那种角度上面去 这个我就说了,就曾经蒋介石成功忽悠了美国人 就是说台湾是世界中心,台湾没有了,美国就怎么怎么样了 是这么一个地步 那么大家都知道,昨天晚上解放军三十架战机 我们就姑且称之为三十架战机 以台湾的通报为准,三十架战机 那昨天其实同一时间发生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参议院 叫做这个台美达克沃斯到这个台湾了 我们这个战机就过去了 大家要知道,现在呢,美国只要有这些参议员来呢 我们基本上都会这个打击群都会过去 去年也是,打击群过去 也就是说,中国对美国这样的参议员来台湾这件事情是零冷冷了 已经是不能够再冷冷了 所以我说过,昨天他处于一个攻击状态 那台湾呢,也很得瑟 那得瑟完了,我就说了 今天早上就把你的这个徐大军中尉啊 就给你干掉,就把他给杀掉了 大家要知道,我已经跟各位分析的很透彻,很清楚了 你觉得这个时间点有这么巧合吗 昨晚上想要装逼,牛逼一下子 解放军直接就过来 过来完以后,今天早上 你吓得连他妈的这个 所以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不是说解放军按照台湾标注的 在台湾所谓的西南空域那个点 而是说,我可以这样讲 全部都已经在台湾12海里里面在这飞 这个歼20更是在空中飞来飞去 横穿台湾岛 在台湾他不会这样子去报 他还不敢这样子去报 你说台湾当局他说我去报 解放军飞机在我们土壤上飞过了 那你觉得台湾人会怎么想 会怎么认为蔡博这个政府是干什么吃的 对吧,他不会这么去报 那好,这一切我们都看得很透彻 北京今天讲这个话 王毅讲这个话 代表中国外交讲这个话 意思也很明确 我们来看一下 这整个一个事件的起因 那么首先第一个 中国驻美市管 坚决反对美国会议员访台 已提出严正交涉 中国驻美市管发言人 就美联邦议员访台打击的问题 中央对此坚决反对 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据报道 美国以罗伊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 达克沃斯于5月30日底台访问 发言人回忆称 美国会有关议员访台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零刻公报规定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发言人称 中国敦促美方恪守 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零刻公报规定 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停止与台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不向台独分子分裂势力 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以免给中美关系 和台海和平稳定 造成一步进一步的损害 台外市部门三日晚 发布新闻稿称 达克沃斯至当天起 至6月1日率谈访台 正是达克沃斯 即去年6月与联邦参议院 沙拉文 以及孔斯等三人 大门军机访台后 时刻不到一年再度访台 双方将台美关系 各项重要议题深入交换意见 在台期间 达克沃斯将与蔡英文 苏贞昌 以及经济部门负责人 王美花见面 并接受外市部门负责人 五爪谢的款业 那么他来呢 说句实在话 也就是跟这个 军方是有一些关系的 所谓的 拜登不是讲的吗 帮助台湾 所谓的滋味 那你滋味呢 你这些武器 各方面的这些条款 这些钞票呢 总要派一个人过来 来弄 对吧 那就派这个达克沃斯过来了 那解放军昨天晚上反应 是很明确的 包括今天早上的反应 也很明确 让你来之际 其实这个是很丢面子 很丢脸的事情 你他妈AT3教练机 你都飞上去了 你不是在训练 你是处于是一个 巡逻的一个状态 上来拦截的一个状态 你所有的飞机 你都动了 然后就马上就把你干死 杀掉你 所以我说过 每一次台湾 他搞这种动作 每次都很丢脸 让他脸都丢进 解放军是有这个能力 才能扣盘的 好吧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事情 那么 北京的反应 说实话 绝对是林隆典这个事情 我们再来看 王毅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 不断开倒车 必将殃及自身 王毅 5月31日 在基辛格与中美关系 研讨会上 发表视频 致辞时表示 中美关系正在 遭遇越来越多的挑战 如果美国在台湾问题上 不断开倒车 最终必将殃及自身 中美关系不能再恶化下去了 必须做出正确抉择 基辛格与中美关系 研讨会 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 与美国签公 基辛格 99岁生日之际 以现场方式举办 会议回顾了基辛格 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 所积极做出的努力 并就中美关系问题 进行研讨 王毅应邀发表视频致辞 王毅说 建设一个互联互通 多元暴龙 安全共享的世界 是中美两国 必须承担的责任义务 能否处理好彼此关系 是中美两方 必须回答好的 事迹之问 鼓吹中美接触失败 渲染对话无用 声称合作共赢 只是政治考 这些论调 既不尊重事实 既不尊重历史 也不符合事实 所以说 王毅指出 中美关系 正在遭受 越来越多的挑战 中美关系的历史 叙事被人为歪曲 发展方向 面临进一步 引向歧途的危险 如果美国在台湾问题上 不断开倒车 将从根本上 破坏台海河壁 最终必将殃及自身 中美关系 不能再恶化下去 必须做出正确抉择 要端正战略认知 摒弃连在思维 要巩固政治基础 妥善缓空分歧 要跳出竞争逻辑 增进交流合作 王毅说 当前中美关系的氛围 很不正常 美方的极度焦虑 完全没有必要 中国压倒一切的任务 是集中令到发展自己 满足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 美国如果一会以大国竞争 定义中美关系 以你输我赢作为正常目标 只会将中美推向对抗冲突 将世界推向分裂动荡 那么老兵呢 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这个王毅啊 他也表达的意思 也非常清楚了 就是给美国发出了 一个警告了 就是说你现在处于 极度的这个焦虑 现在中美关系 极度不正常 就是说 什么意思 这个话我们也是 能听得明白 就是说你现在美国 对中国 不是不只是对中国 对俄罗斯 对伊朗 对很多国家 都是极度不正常 它仿佛介入了一个怪圈 就是变得不理性 因为我说过 现在美国是有一群 极端分子 控制的 是由一群极端分子 控制的一个美国 所以它当然是不正常 所以这一点 也是一直以来 印证老兵的强法 就是美国是由 深层政府控制 那么现在控制 深层政府的这方人 他既要挣钱 同样的 他也要毁灭人类 人口消减计划 所以他现在做的这一切 就是在做这件事情 这个白左政府 非常的可怕 当然他自己这么做 也是会遭到天谴的 当然他自身实力 也在急剧的下坠 从美国社会当中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现在这种状态 极度不正常 你譬如说 美国昨天什么老兵节 对吧 美国全国发生 30多 发生多起 这个暴力枪击事件 也就是说 现在的美国的一些民众 已经脑子磨刺到这种地步了 拿枪 像打那个霞盗飞车一样的 直接就看到人 就打人 内心是非常的糟糕的 精神状态 完全崩掉了一种状态 属于一个 无政府状态 这种感觉 个人已经疯掉了 从个人走向这种极端 代表了整个群体 都是极端化的 你看他在美国这个政府 是不是非常非常极端 他为了达到自己的那种目的 他是不择手段的 而且从来不知道妥协 你现在看这个美国政府 他脑子都跟狗逼一样的 他就不会坐下来 跟你 咱们坐下来 好好地谈谈 就是说有分歧 怎么弄 怎么弄 即使要弄你 也是要讲策略 讲打法的 他没有章法 全都乱了阵脚 胡搞八搞的 他既废掉自己 也要毁掉全世界 这个我觉得很正常 因为美国的白宫 和深圳政府 这棒的 他不是正常人类 大家明白吧 你想想看 美国的拜登 那个二十几名部长 有几个是正常的 有八个是非正常的 我说过 美国的白宫发言人 又是有女朋友的 那个老黑 又黑人 有女朋友的素质主义者 平权 这东西太明显了 对吧 他的国防部长 是什么 角色 他的女变男 男变女的 还有那个 美国国务院 有个发言人 有点小胡子的 发言人 那人 那家伙 他是个gay 他是一个女性的角色 你觉得这些人 他都是不正常的 都是些妖魔鬼怪 这样的大脑的人 在操纵美国 在美国这些担任药质 各个药害部门 担任药质 你觉得这些人 他是正常的吗 他要求军人 这个 咔嚓掉 你也可以当兵 护照上面 没有性别认同 你认为自己是男的 就是男的 你认为是女的 就是女的 那这样的人 在操纵的这个美国 他走向一个 完全的极左的 一个极端化的 一个左翼的 这么一个道路 那是很恐怖的 所以说这些人 他是失去理智 他根本就 就没有智慧 只有兽欲 他是兽 你不能站在一个人的角度 跟美国的 现在的政国去沟通 他们都是兽 你看那个拜登 他看到那些小女孩 他特别喜欢抱着 摸着他头发 搂着人家 亲人家 然后你告诉他 你说他流氓什么的 我穿的衣服呢 都是二椅子 你有一群二椅子 对吧 驱动的一群二鬼子 那你觉得他们 对中国之间 他能有理性的色彩 没有 那没有理性的色彩 那北京没办法 那只能就给你干了 对不对 你来到这个日本韩国 说出这样的话 跟中国要对抗 完全全都是对抗 对吧 但是 还你那种文章 写的都是像吹牛逼一样的 说什么 以前美国这个商场 都是便宜的中国货 怎么怎么样 怎么的 就是贬低中国 对吧 然后现在又要说 我们很多美国 是可以自己制造了 怎么怎么样 然后又要说 把中国这个关税给降低 一会儿对抗 一会儿就是这样子 没有 万万全全没有一个 固定套路 一个打法 那只能去无脑的 去打这张台湾牌 要是打台湾牌 中国那绝对会被你搞的 对不对 你这个议员来这个台湾 那你说现在这个场面 多难看 解放军在外围战机过来 模拟攻击 然后你台湾的紧急趴了要死 以为要干过来了 然后呢 你的这个飞行员又被我们给做掉了 搞死了 意义在哪里 意义在哪里 对吧 你他妈过来 我就让你一定要让你他妈死人 每次都是这样 每次台湾一牛逼 美国一打台湾牌 注定有飞行员坠机死人 军事演习 军事演习死人 真的 大家发现没有 这个就是我说的魔咒跟铁律 那难道这个东西是天使搞的吗 那是冷和的事情 那解放军搞你 对吧 所以我说过 中美已经到了 关系矛盾不可调和的一个状态 完完全全是新冷战 美国布林肯说国务院搞中国中国政策小组 这个小组对小组 这就是打冷战的 他的那个对中国的那个政策 完完全全是新冷战的政策 对吧 他现在跟你没有任何的合作 他气候的 他也无所谓 也不跟你合作了 对吧 但是我也觉得 所以中美之间 这样子我觉得挺好的 大家就撕破脸皮 只有中美 撕破脸皮 中国也认为说跟美国关系无力回天了 那也无所谓 那就把台湾给大家顶爆吧 早点说过来以后 那大家就全面敌对了 因为毕竟现在搞美国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它内部那么垃圾 它都婴儿奶粉它都不管了 缺口那么大 对吧 俄罗斯这边把它打了 打残掉了 这些前进基地 前中基地还有一些航空母舰 舰载机这个东西还要等它要下水 能投射到这些地区以后 我觉得才是武统的最佳时期 否则的话 现在美国他也惧怕失去台湾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美国 佩洛西原来要访问他都不敢来 拜登根本就不敢去台湾 布林肯 这种美国国防部长中根本就不敢去 驻联合国大使也不敢去 就代表着说我们的这个红线已经给他画得很清楚了 你这个议员来的话他也不能够再浓冷了 绝对会搞你 所以你美国挺台湾参与侍卫 中国就搞你 让你就参与不了 而且外交部现在也是直接就污辱这个 很污辱这个参与文的 什么台湾哪来的总统 是中国一个省哪来的总统 对吧 搞死你 他妈臭死 臭诱 好吧 感谢各位收看我是老编辑 喜欢点赞听的讯息录制 谢谢